黑兔走入青龍穴 對 30年中子孫節是說 中華民國的氣數堪憂 之前雙語四族 喜馬會已經應驗了內容 選舉什麼東西最準 就是當晚的表情 對 最失望的就是 來看雙少數 也看到未來兼具的執政 堅住了 他是小小高興 然後2026啊 騙定開花 有什麼樣子 所以不要小看他啦 像國民黨 你就要跟民眾黨不斃 你看 連這一局 是沒有議題的 他們搞出議題 這個叫做 這是一個大喇叭 國民黨這一次 真的部分區本來有機會到14 然後國民民進黨跌到12 我比較訝異是民進黨還有13 那是我那天 大家心情最不好的其中一個點吧 我覺得 搶救王毅川 真的有拉出一些 勝利 我很訝異有 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荒腔走板 不是一度也說 黨內人士覺得搶救王毅川 這一步 那個是對賴清德 沒有什麼加分啦 可是 他那個就是什麼 叫喜劇效果 他好笑嘛 你知道 他好笑就變成 大家就請他去演講 他是真的全力以赴在 在做浮選 當然也搶救自己 那 我本來就認為你怎麼搶救 都搶救不到你啦 了不起就是王振旭嘛 你前面還有一個王振旭 那個醫生啦 對不對 可是 因為賴清德這次真的選得太糟糕了 我說競選過程 那 我跟你講啊 那個 溫朗東跟那些勝率留言 他們都不是新潮流的 所以等於是民進黨內的非新系 在那邊抱怨 說 你到底在選什麼啦 一個賴皮疗可以炒三個月 為什麼不立即處理 他們就在抱怨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也沒有看到靖總有 強而有力的 他大概電視廣告做的相對比較好 電視廣告啦 有幾次做的不錯 可是 因為侯友宜的電視廣告實在做的太差了 但我覺得最後那幾次還可以啊 那個是在吹黨內的票 我講的是搶中間票 他搶中間票的廣告做的太弱了 因為你最後那支叫台灣的未來嘛 那個已經到很後面 那你要知道 蠻久不是啊 蠻久那個時候在萬馬崩潭那一支 2008 那個是因為蠻久的市已經起來了 就是他的那個整個base不一樣啦 對 然後那一支出籃訴求的就是 我們要政黨輪替 這個那個訴求就 就容易得分啦 大概是這樣 就是 大西瓜的票會被你吸過來啦 所以作用不太一樣 感謝我們的網友趙薇的donate 他說 推背圖賈成年是黑兔走入青龍絮 對 30年中子孫節是說中華民國的氣數堪憂 對 之前雙語四族 起碼會已經應驗了內容 因為你看蠻清德 我們看那個 選舉什麼東西最準 就是當晚的表情 對 我跟你講 最失望的就是蠻清德 他本來就認為自己會當選 他也有看內參民調 他怎麼會不知道自己要當選 他知道啦 可是他看到開這種票 他很失望 然後又看到雙少數 他本來是希望民進黨能夠衝到55席啦 那他自己可以衝到45%啦 都沒有嘛 所以他雖然當選 那其實他的心情是失望 而且他也看到未來兼具的執政 而且是亮哥你也有講嘛 很多人認為他不會有 他也許只做4年 那個是以後再說啦 因為講成年 講成年 第二 我們看侯友宜 你不覺得侯友宜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有 真的 他好像輕鬆起來 有 而且我覺得他當天跟隔天講話 整個人做回自己了 就輕鬆起來了 對 他舒服多了 我如果他早就知道他不會當選了啦 我都看到民調他都沒看到 沒老可憐啦 那可是 國民黨立委選得很好 對 38變54 對 這是大進步 所以就是有輸有贏 我應該說 三個黨都是有輸有贏 那柯的表情呢 柯的表情就是 我挺住了 所以他是小小高興 我跟你講他選到26是不容易 我怎麼覺得他甚至帶點傲氣啊 反正就是他 對接下來的 他是高興就是了 事實上這三個人裡面 最高興的是他 就是巴西是 關鍵少數 他門檻過了嘛 對不對 那我贊助巴西 然後我得票率26啊 我跟你講接下來就是你要觀察幾個指標啦 就是民眾黨 就是民眾黨相對於國民黨 我跟你講國民黨希望不要大意啊 第一個就是在國會的聲量 對 大家要比拼這個 改革的力度 因為國會的聲量還會包括 柯P作為黨主席的發言 你認為國民黨的主席發言會 拼得過他嗎 他一定比朱立倫多嘴很多 而且因為 他根本就一人黨嘛 所以這八個立委是他完全掌握的 你朱立倫掌握得住 立院黨團嗎 所以立院黨團他本身是自己一個舞台嘛 可是民眾黨是雙喇叭 他立院黨團有 黃國昌跟黃珊珊這兩支喇叭 然後還有柯文哲這支喇叭 然後第二 然後2026啊 一定遍地開花了 各縣市都提市議員 這必然的嘛 然後縣市長 有雙樣 就是看你民進黨初選 誰沒過 國民黨初選誰沒過 你要不要用我的扛棒出來選 我舉例啦 我舉例啦 比如說陳其邁不能選 好那高雄市民進黨就去爭嘛 你怎麼知道 輸的人 會不會 不甘願 不知道啊 很多地方都這樣 很解人家的 本來就是啊 不然怎麼擴張 他要擴張就是2026 他要去用 縣市議員我認為他在全國啦 一定50到100席之間啦 一定有的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這樣啊 然後 縣市長就搖一搖嘛 你看他就搖到金門市啊 金門縣啊 金門縣長就跳過來啦 為什麼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對一個想選縣市長的人 我用民眾黨這個扛棒 我不用擔心年輕票啊 他本來沒有人量去爭取年輕票啊 對 就變成順便了 這個就是陳明文告訴我的故事啦 因為陳明文本來是國民黨的 後來阿扁邀請他加入民進黨 陳明文就跟我講 我說進來民進黨之後發現 很多都義工耶 很多都義工啦 不用開啦 所以他說他進來 民進黨之後的選舉的開銷 比在國民黨的時候省好多錢 就這意思啊 那當然也很有誘因啊 是啊 那一樣嘛 就是說你如果是 一個在綠營敗北的 或者來贏敗北的 縣市長的 被那個候選人啊 你加入民進黨是有 民眾黨是有誘因的啊 因為他可能 你看那個柯P各縣市的得票率 我去看了一下 他還有一個地方選到第二名 你知道嗎 新竹縣 新竹縣 然後新竹市大概有30幾 桃園他選到30耶 他平均都是20以上 大部分都是25左右 那有幾個地方選到30 那我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 你在綠營輸了對不對 你在藍營輸了對不對 你來用我的扛棒選 搞不好你的包底就20%啊 就這樣啊 所以不要小看他啦 不要以為 你就高枕無憂了 不是的 像國民黨 我就欠那個國民黨的朋友們 就是說 你就要跟民眾黨 比改革的成績 所以那個剛開票完那一天我就 跟徐曉鑫在那邊line啊 我就跟曉鑫講說 30幾歲的國民黨立委有7個啊 對啊 包括曉鑫在內 然後 那個張志倫40歲 侯孟凱41歲 這樣就9個了嘛對不對 那再加上不分區的 你們湊得出10個人 年輕時代 就是年輕時代 說你們要 做點 大家看得到的事 他巧心說 他一定會做 他說這些人他都認識 尤其是台中那一群 他都認識 還有劉許婷啊 就他們一定要想辦法 來改造國民黨的權力結構 可是什麼才叫做好的改革成績單呢 這個沒有答案 對啊 這個很看選民的主觀 是啊 所以就是看誰會選傳啊 誰會 比如說這一次嘛 這一次 政府院長的選舉 跟國會改革其實沒有關係啊 所以民進黨今天不是給他拒絕的嘛 民進黨就直接說 政府院院長重要的是協調人力 跟國會改革無關 那你要搞國會改革以後到議會大家再來談吧 等於是拒絕了嘛 可是先講先贏啊 他至少風光了一天啊 好像是他 是最主張國會改革的政黨啊 黃國昌就玩這一招啊 然後今天被民進黨拒絕了對不對 我覺得他也預期之中 對啊 所以他最後的結果就是自己投自己 那最後政府院長就都是國民黨啊 54比51嘛 對不對 你看 連這一局 是沒有議題的 他都搞出議題了 這個叫做政治啊 那難怪你要真的好好提醒這些國民黨的新生代 是啊 他們是很有能量 可以把他搞大的 所以你要造勢嘛 對 就說哎 國民黨 對 那個 民眾黨提那五個改革議題的回應 結果只有趙超康的回應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看到國民黨作為一個黨團出來回應嗎 因為他 還沒上班啊 2月1號才上班 哎 人家還沒上班就丟議題啦 這個 這種東西就 因為我跟妳講啦 因為 我以前是民進黨 民進黨就是從小黨變大的嘛 你小黨的時候不會玩這個 你 你怎麼怎麼成長啊 這一樣的 所以國民黨 你 2月1號 開始組成黨團之後 到了各委員會之後 你要很擅長 用議題來製造聲量 這太重要了 對 因為你碰到一個文宣黨啊 你知道嗎 對 變沒有兩個文宣黨 呃 民進黨我認為還沒有民眾黨厲害 因為 他 柯文哲是一個大喇叭 他216萬的FB粉絲啊 他有KBTV啊 他是這種黨啊 而且他 一人黨嘛 所以八個立委在他手上啊 民進黨是各種力量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原來好的益生俊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俊 是國家認證 A B克菲爾益生俊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俊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 它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俊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俊